Hello大家好我是丁丁 欢迎来到韩版天堂M8月第二周的更新内容 第一个内容是活动 冰之女王的秘密宫殿 在里面有专属技能流星雨可以帮你清怪 你只要每天集插100只怪物 就可以获得一个冰之女王的宫殿钥匙 你把这个钥匙再加10万的金币 就可以兑换成一张秘密宫殿移动卷轴 打完之后里面可以获得4色币奖励 秘密的奖励箱里面最大奖是开出 圣物卡冰之女王的皇冠 第二个内容就是夏季的计票 这次的计票一样分成一般计票跟高级计票 然后在第二时还有30天的签到 会给你一个酷炫的冰之立方体 那这个立方体里面可以开出 变身卡蓝青蛙 还有变身卡恶魔鲨鱼 还有红变卡雪之吸人 还有红变卡古代契儿 再来下一个是韩国的解放日专属活动啦 会给大家一个解放日纪念礼盒 里面可以开出来太极棋一张 然后赎罪胜书跟三本救护证书 太极棋的buff就是 攻速跑速施法速度加2% 接下来这个是系统优化的部分 在收集品的部分 他新增了一个叫做进行中的选项 就是可以让你在有筛收藏 但是还没完成的收集品独立出来 再来下面一个活动就是 新增16个觉醒的变身卡卡池 下面一个更新就是 针对神话一二阶的金五 做了优化 所有的金五都提升 他的大小怪伤害还有命中率 然后一阶金五的破圣界的几率提升 好了 那以上就是韩版这周的更新内容 我是钉钉 我们下支影片再会啰 大家拜拜 拜拜 by bwd6